近日廣州一個公園 佈獲到三條疑似違法放生的 惡著線 據悉惡著線是大型的兇猛餘類 內臟輿論都有劇毒 廣州之前對放生行為進行規定 惡著線被列入黑名單的首位 違法放生者將被處以 最高10萬人民幣罰款 目前攝氏公園已經對發現的 惡著線無害化處理 後續公園將繼續對池塘進行排查